話說上個月中,我們在IG 收到一個 direct message 在深圳一間燒烤餐廳的老闆娘發給我們 她就說有位香港的Youtuber來過她的餐廳之後 就覺得很有特色,建議老闆娘邀請我們上來試吃拍片 讓更多香港的朋友可以知道這間餐廳 為了不要令那位Youtuber失望 所以我們就唯有答應這間餐廳的邀請 這間餐廳就是時光里全色光影烤吧 和L游記 在上去拍攝之前,我們當然有預先搜尋一下 究竟是哪位Youtuber這麼抬舉我們 結果就發現原來是我之前也有跟大家介紹過的Data 順利大家可以先按一按現在右上角彈出來的Iz 看看Data之前的介紹影片 看完之後就輪到我表演了 先來講講這間餐廳是怎樣去的 大家可以搭地鐵來到燕南站的C出口 出到來之後過邪對面馬路 就來到這間餐廳了 正如它的餐廳名說 這間餐廳是一間全色光影的餐廳 何謂全色光影呢? 即是說進來這間餐廳之後 你會發現餐廳大廳的其中三面長身 都為動畫投影 看來就有點像我以前試吃過 人均要2600多人仔的teamlap餐廳一樣 不過根據大眾點評的資料 這裡人均只需要70多人仔 大家都是全色光影的餐廳 為什麼這裡會便宜過teamlap這麼多呢? 原因有以下幾點? 第一這裡缺少了很多互動元素 由於場上的動畫是被大廳的所有客人一起看的 所以就做不到好像teamlap一樣 會隨著上菜的節奏作出變化 只是隨機這樣變化而已 桌上也沒有任何投影動畫 這些動畫更加不會因為我們所做的動作而作出改變 全場唯一一樣可以互動的動畫就是 走去廁所和收穩那條走廊地上的投影 雖然都有好幾種不同的場景變化 不過其實在整頓飯裡面 除了埋單和去廁所之外 你是很少機會經過這條走廊的 而大廳的動畫剛剛進來的時候 可能會覺得有點經驗 但是坐內鎖就會開始覺得悶 沒什麼興趣再看一些動畫 第二雖然有部分動畫場景都有幾分次 不過大部分網絡是身心有點老套 你會覺得某些場景還是停留在十幾年前的畫風 沒有TEAMLAP的那麼有時尚感 也沒有一個統一的主題貫通所有動畫場景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改一點 這裡所賣的食物並不是TEAMLAP的懷石料理 而是非常之市井的燒烤 所以接下來就講講這裡的食物 由於我們是受到邀請過來試吃的 因此就試得比較多款食物 先來講講串燒 跟外面很多燒烤店一樣 這裡的串燒上菜那時 同樣都是放在爐上輕熱住的 就算攤動了都不會冷了 我們那天就試了五款串燒 肥油不會燒到很乾身 肉味都OK重 算是不錯 羊肉串肥瘦相間 羊鬚味不會好重都算不差 肥腸是連青紅椒串埋一串的 洗得都算乾淨 吃下去不會有怪味 不過口感是很軟 完全不脆 我就一般這種口感了 蝦吃下去雖然不梅 但是蝦腸挑得不是太乾淨 尖叫因為蒜蓉落得好夠多 因此吃下去都挺香 但是上面的辣椒粒都挺辣 怕辣的朋友仔就要留意一下 接下來就講講其他食物 這個備制筒骨其實是沒什麼肉吃的 主要吃的都是關節位的軟骨 好不好吃就見仁見智 另外由於骨太大夠了 不方便用筷子來吃 因此這裏是有提供到手套的 而手套的包裝有多特別 乳鴿由於剛剛燒起 所以肉吃下去很嫩滑 不過陳皮就不是脆的 不像我們平時吃的紅椒乳鴿一樣 哪樣好吃些就好看個人口味 我自己就喜歡紅椒乳鴿多些少 這裏的山蠔是沾乾山蠔來的 都算多肥 由於蒜蓉落得好夠多 所以吃下去就好夠香 但是蒜蓉味就略為開過了山蠔的鮮甜味 放少一點蒜蓉 我想會更加好吃 另外我們還試了兩款涼菜 這裏的拍青瓜是有抹皮的 會有味一點不過就沒那麼爽脆 這裏叫做皮冬衣液 老闆娘就跟我說是他們自家製的 是用豬皮來做 因此含有豐富的膠原蛋白 對皮膚很有益 但是吃下去其實是沒有味 吃的都是辣油的味道 而口感就像醬皮糖 因為醬皮糖就是用豬皮來做的 整體來說這裏的食物 算是中規中矩 不算特別出色 就著缺少互動元素這一點 這間餐廳其實是有一個包廂 這裏就連桌面上都會有投影 只要錄人以上提前訂桌 就可以選擇在這個包廂吃飯 老闆娘就說如果在裏面吃飯的話 他們是會按照上菜的節奏來跟換動畫 聽起來就好像更加像TEAMLAP餐廳 不過由於那些動畫不是專門為食物來設計 所以跟食物都不太合 譬如桌面上是有這隻煮牛扒和煮魚的動畫 但是餐廳其實是沒有類似這兩款的菜式 因此就會有點怪怪的 更加不用說包廂的裝修 其實是跟燒烤食物完全不合 總括來說 如果你很喜歡這些 有得邊吃飯邊看投影動畫的餐廳 或者是純粹貪新鮮的話 都可以考慮來試試這間餐廳 不過正所謂一分前一分科 大家就不要對動畫有太高期望 或者想著它的投影效果 可以及得住TEAMLAP餐廳 好了 今集就到這裡 明天我們再見 拜拜